这里出车祸了 难怪堵车堵这么久 都是些开车开得太快的人 装成这个样子 这才往前走了一两百米 这里又掉了辆车进去 这些人怎么回事啊 就是因为车逛太好了 开得特别快这些人 其实今天的路面很好的 又不接边又没什么 所以说安全出行还得开慢一点 到礼堂县城就看到丁针的笑容 这丁针已经是形象大死了 现在的礼堂比以前气排多了 天空之城礼堂 本来想在礼堂做个核酸 怕那个巴塘排队啊 原来这边也在排队 这么长 难搞哦 刚才听到有一个人说 去那个疾控中心不用排队 刚刚网上搜了一下 现在过去看一下 这边排队的话得排到什么时候 哦 看他来对了 这里没什么人呢 李唐县疾控中心 还是不行啊 他这里只做那个重点排查轮员啊 那个旅游的全部统一规划为 人民医院那边去坐 还得去排队 还是乖乖回来排队吧 这礼堂这里走路都累 喘气 排队也就排了半个多小时啊 要是去巴塘做核酸的话 还要等结果 在这里把核酸做好的办 等你到了巴塘 结果也就出来了 方便一点 现在继续出发去西藏啊 这里是网峰打卡点 那个礼堂的西城门 网上可是到处都看得到的 地上的此生币架 318都被他们踩土皮了 直接走吧 这地方其实也没啥 刚才问了一下啊 不仅仅是进西藏药核酸 在巴塘这里就需要核酸检测了 当然是担心的才需要核酸检测 其他的倒可以正常通行 那我的行程吗 也担心了 因为是4天之内 经过了那个湖南淮化 我只是在高速上路过了一下 连高速都没下去 都担心了 还好过也能过啊 巴塘这边就开始查了 本来以为是巴塘进西藏开始查的 没想到巴塘这里开始查了 还好在那个礼堂做的核酸 这个是礼堂去巴塘的大门 报告一出来就可以走了 下午4点钟 核酸就出来了啊 可以提前出发 这个地方太高了 这里有4200 住的不舒服 往前走一点 已经可以了啊 但新的只要有核酸卷测 就没问题 过就是了 这里是海子山 海拔4200多 下了这个海子山就是巴塘 过了巴塘就是西藏境内 海子山4685米 够高的啊 这里高盘很严重的 海子山的姐妹湖 结冰了 还可以走进去看哦 这个是进入村庄县以来第一个街边的湖面 前面那些都是闹着玩似的 哇 这个街的就漂亮呀 抽进来看一下 从这边下去 免费的哦 这里不用收费的啊 就直接把车停过来就好了 就在马路边上 现在真是那个冰雪融化的时候啊 也不知道上面能不能踩 最好就不要踩吧 陈彦 陈彦 陈彦的河水流啊 白鱼一跃走 晴腊的天空叫大地 我看海洋升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